我们说完砍卦,当然说说梨卦 天地水火,这火就来了 说前面的副卦,有不同的意思 就是我们接下来讲的,刷面跟下面一样 这重复,你也可以叫副卦 那么这个梨,代表着火,太阳,以及抓捕动物用的那个网 所以很多意向都可以套到这个挂腰磁,现实的测算,测挂,就可以运用 也可以代表知识,知识分子 那么就来看一下,这个告诉你,立针上来就是后半段 有没有哼,有,但是你得先知而后行,才能哼通 才能运用的好,你要学的头会变通 而并不是一开始那个原字是没有的 他不是说一开始什么都好 所以呢,在这个知识爆炸的年代啊 不是什么都要学 一定要,则善,对社会有用的,自己擅长的 利于知识分子,这个储备 从小就多备一些东西,长大以后才能用 小的时候记性才是最好的,不要去理解,理解不了 只有长大才会不断的返出出口成长 初九,就一开始不停的就想放光明 想各种的学,就容易走错 一定要做善故事,是没有问题的 六二呢,就说下面这个火嘛,也是个太阳 你既中且正,虽然没有相应,想必一定也是非常好的 那如日中天,这个太阳 那九三呢,我们知道这是阴 九二就开始生了,六二就开始生了 那么九三呢,就向着太阳,西斜西下 马上就夕阳红了 那你说,我就开始唱了,罪位不过西洋红 你还是要为后事做准备 以免你年纪很大的时候 很多东西就后悔,还没有处理好 就出问题,那一定凶 上女不知王国恨 隔江游唱后听话 这个古佛指的就是 让你为善后做准备 九四呢,我们说下面这个火走完了 上面又来了一把火 这个火燃烧它是需要下面有东西的 如果下面是空的 都是火,可见上面的火 它是那种虚火上演 就是各种的问题就出来了 烧啊,死啊,气啊,生不如死 那九五呢,六五就烧出眼泪了 因为它在军委 所以,当然结果还是急的 但是,这一路的收啊,照亮别人 燃烧自己 肯定是,想一想也是很痛苦的 所以六五呢,就想了一点 享受了一点,成果 我说我这样有意义吗 我是不是自己要稍微好一点 那上九呢,物极必反 那就象征着,康龙又会战争了 就是说,万军从中,展上将手机 得到了,就把对方的这种罪行都公开 也是别人的问题,不是我的 所以说,没问题 我们现在都知道,每个人嘴上都讲 九字烈火运 这个呢,就是黎瓜,黎维火 那从头到尾,大家可以对应各种的像 去网上映试 那黎中虚,坎中嘛 你看似前面的坎,是各种困难 但这个黎,很多光明文明也是表面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